真心為您把關 SUM 里程保證 我承諾 2022 Range Rover Evoque P200S 那 Evoque是Range Rover旗下的跨界休旅車 那這裡也是最新款的車型 僅跑1500公里 那目前也還在新車保固中 那前方我們可以看到 L1D的日行燈也解L1D頭燈 前保桿上也有 前方雷達 那是 使用這個 輕油電混合系統 現在很多新一點的進口車都有 使用這個輕油電混合系統 來加速 做一個起步的動作 他們是使用12-48V的 輕油電混合系統 那搭配它的 直列四缸的 波輪增壓 再加上九速手自排的變速箱 馬力最大來到200P 那後方我們可以看到 LED的後尾燈以及 Evoque Range Rover的字樣 那後保桿上也有 這個後導車雷達 排氣管配置 是雙邊單出 那這是最新款的一個車型 最新款的一個車型 那 它的 手把 手把在 上手的時候 是可以收進去的 那這邊有車門的一個氣氛 全車爐心 這玩爐就是一台新車 其實也沒什麼 沒什麼好介紹的 後座有 後座出風口以及 低圖帶 頂篷有群請天窗 就是一台非常新型 新的一個物件 那有盲點偵測 那它的手把上手的時候 會收進去 那這個 這邊也有 搭載這個 高端品牌的音響喇叭 前座的車門氣氛 然後再加上電動座椅 前座的電動座椅 那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它這次的螢幕是使用 三個數位化的螢幕來做一個 控制 所有的按鈕都被 斬熱起來了 這邊的電視刷車跟電動圍網 那 底層數在這裡 1596 然後有整個數位 儀表板的部分就是有整個 這個導航系統 換那快波鍵 影響快波鍵 然後 感應式頭燈 感應式雨刷 那這邊有定線速跟跟車系統 這邊有跟車系統 可能在行進程中才有辦法作動 然後中間這邊也有 Range Robo的一個 是一樣 然後 那 IT在這裡 那它的 導航系統 導航系統 那它也有支援 Nippo Cup Black 跟Android 在 在 然後這是四輪傳統 Range Robo最主要就是它的底盤是四輪驅動的一個系統 非常的 知名 也非常的有力 然後 看一下 它的後導車影響再加上前後雷達測距的一個樣式 然後都是數位的螢幕 包含它的一些PRO輔助 這是電話 然後都是從這邊做一個框子 那它 這邊也是空調跟車輛的一個駕駛模式的設定 接人模式 舒適模式 雪地模式 泥泥模式 沙地模式 自動 都可以做一個操作 解剖輔助 等等的 這邊都可以做一個設定 包含空調部分 就是一台2022的EVOG 只有15000車保鋪中 有全景天長 全配備都有了 有興趣可以參考 謝謝 車子非常新 非常漂亮 就是一台新車 謝謝 實在就是 SUM